大家好 在中午的这个时刻 闷热 户外活动 多喝水 午后真雨呢 局部的山区正在发展当中 气象的一开始 我先放一张真实色彩的云图来给大家看 看什么呢 第一个 看台湾上空 有没有注意到 午后真雨的云层已经在山区正在发展当中了 要注意的就是下午山区有浓雾 第二个 看什么 看台风 目前11号台风 距离我们台湾呢 现在大约是在1600公里的海面上 移动的速度来说 在昨天晚上每小时达到了33公里的速度前进 现在目前的中心风速已经达到了每秒48公尺 下午以后就会增强为强烈台风了 暴风半径现在也扩大为220公里 预估到了今天下午以后 暴风半径会扩大为250公里 整个强度的部分是强烈台风 那也是今年夏天整个太平洋上 第一个发展成为强烈台风的系统了 目前我们可以注意到北方 北方就是太平洋高压的位置 它已经逐渐地到达了高压的边缘的部分 但是在我们台湾上空这个区块是南亚高压的位置 接着就来看到彩色云图了 彩色云图上面可以注意到整个移动的方向非常的明显 稳定地朝着偏西的方向在走 速度在昨天晚上还蛮快的 现在开始速度减慢了 每小时27转24公里的速度前进 因为它逐渐地要接近到琉球的东方的近海的时候 也刚好到达太平洋高压的边缘了 但因为太平洋高压跟南亚高压两个几乎是连在一起 所以它没有办法抛物线往北走 所以它会开始逐渐地进入南亚高压的 跟太平洋高压的边缘的时候 会开始逐渐有点偏西南移动 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路径了 路径图上我们可以注意到 未来的走向会开始偏西南 预估到达了琉球群岛南方的海面的时候 再往偏西南之后 在这个地方会缓慢地再转北 因为最重要是到了礼拜五以后 太平洋高压已经退缩了 而南亚高压也要开始退缩 所以留了个槽线出来 让它能够在六日的时候 逐渐加速往北移动 但对于我们来说 它就会在远洋通过 目前的变还是有变数 因为变数在于礼拜五 它整个转的角度的部分 转角的话的部分 如果沿着高压边缘往北是好 往偏西一点就比较接近于我们台湾 但周休假期近海风浪会偏大 我们先来看看 这今天晚上到明天的温度 晚上的温度算舒适 白天的温度是闷热 午后真雨的部分 在各地部分都容易出现 但这闷热的感觉明显 户外活动记得要补充水分 还有点防晒工作在上午不可少